是大甲妈祖绕境起架 临暴力破了弓 凌晨一点多 队伍在行经彰化县大村 走在神教前的36执事行李 疑似撞到了人 结果一群黑衣人 就冲进了执事团又呛又打 也成为今年 大甲妈绕境的第一起暴力 警方立刻赶到现场 将相关人等通通带回正班 一群人在马路上追打 斗殴挨打的疑似 是走在大甲妈祖 联教前的36执事团 还传出震震叫嚣声 事后一群黑衣人 嚣张跨越马路离开现场 警察 警察 一旁民众联盟大喊 警察整个过程都被录下来 13号凌晨一点多 大甲妈绕境行经彰化大村 中山路三段的保龄球馆 停车场前 发生冲突 警方联盟赶抵现场 大甲妈祖的36执事 因为在行径当中 他们手持这些法器 不慎了碰撞到民众 引发纠纷 大甲妈祖联教在12号下午 通过强叫一级战区 民生地下道 创下首次的零暴力冲突记录 但没想到过几个小时 还是发生今年绕境 第一起暴力冲突 36是不注意设法 只会被围到 他会设法被围到 年轻人 在这里 人家说火器弄成 他也要透过人来 说对不起 相关涉案人 已经被警方带回侦办 警方再次重生 绕境期间 一旦有任何暴力行为 都会被依法就办 即日带入冒状化 采访报道